2008年 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期间 结识了时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 傅政华感到 孙力军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 正是他急于结交的上层关系 而孙力军刚到北京 羽翼未封 也正想入色小圈子成员 两人一拍即合 确实呢 我对他有唯命是从的做法 在政治上 他也是竭尽全力的举荐和做工作 这个在政治上实际上是互相的利用 当时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不少重要专案 孙力军并非专案组成员 却频繁来参加会议 甚至做指示 傅政华每次都亲自下楼迎接 对孙力军的指示表示坚决落实 还根据孙力军意见签批重要事项 甚至将上报材料先交由孙力军修改审定 2010年至2017年 经孙力军积极运作 傅政华先后提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北京市委常委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副部长等重要事项 他与孙力军结党营私 拉帮接派 是党对公安政法工作的政治领导 组织领导 被悬空 其本质上是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破坏党中原的权威